第1431集 ICL官方解说名单 下午 龙羽集团 赵旭明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查看ICL联赛接下来的赛程 今天是周一 没有焦点站 明天周二是休赛日 但后天呢 也就是周三 有一场FV战队的比赛 热度应该会很高 所以赵旭明等得有些焦急 兔尾直播的解说反响 太好 把官方解说的游戏理解按在地上摩擦 赵旭明不仅仅是受到观众和舆论的压力 也在承受着直播平台那边的压力 官方解说不如兔尾直播的解说 一方面是好说不好听 显得官方太废物 另一方面呢 也会造成其他直播平台的观众 往兔尾直播那边流动 其他直播平台的副总都很冤枉 我们也都是花了钱买了转播权的 结果到头来 观众在我们平台的观赛体验 却不如兔尾直播 这凭着吗 你们官方解说没做好 让我们这些直播平台的利益受损了 这怎么能行呢 但这个非官方流的解说权呢 是赵旭明给出去的 签了合同的 总不能反悔吧 所以出于多重因素的考量 官方解说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游戏理解 和对游戏对决的解读能力 把官方解说的水平 拉到跟突尾直播解说差不多的水平线上 昨天赵旭明已经安排节目组 去联系各家俱乐部 找合适做解说的苗子 今天他的助理啊 更是和节目组的人到各家俱乐部跑了一趟 抓紧时间面试筛选 好在参加ICL联赛的俱乐部都在磨度 不需要跨城市奔波 赵旭明看了看时间 似乎差不多了 他希望今天下午就把这批职业选手 专解说的名单给确定下来 明天统一进行紧急培训 然后后天呢 直接上岗试试水 因为后天就有一场FV战队的焦点战 关注度非常高 如果这场比赛 官方解说还是那个老样子的话 可能会引发观众的进一步流失 每晚一天 造成的损失都是不可逆的 虽说这样着急啊 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但赵旭明仔细考虑之后觉得 风险应该不会很大 毕竟这些职业选手 刚开始都是作为嘉宾的身份区的 有专业解说 掌控节奏 给他们递话 这些职业选手只需要老老实实回答问题 讲解游戏对局 就算是圆满完成任务 所以问题应该不大 赵旭明正考虑着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是他的助理回来了 赵总 职业选手作解说的名单已经确定好了 您过目 助理把一份文件递给赵旭明 上面是几位从俱乐部筛选出来 比较适合的职业选手 赵旭明翻了翻 发现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熟面孔 ICL联赛已经开打这么长时间了 所有的队伍都已经亮过香了 赵旭明也去现场 看过好几次比赛 对很多选手都有印象 这里面的选手 大部分都是在场上表现比较坑的 这也很好理解 表现好的选手 人家俱乐部还得留着打比赛呢 哪能送来当解说呀 而且人家选手自己 如果还能打职业 也不会为了解说 而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 当选手能打出身价 能夺冠拿奖金 做解说的收入能有多少 只要不少都能明白这个道理 肯定是厂商发挥不好的选手 觉得自己的职业道路 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才会来做解说试试水 看看能不能提前为自己退一后 找好退路 不过这些选手菜归菜 那也是相对于其他职业选手来说的 在资料表上写得很清楚 除了个别选手 Rank分呢 稍显丢人之外 其他的选手 Rank分都很高 赵旭明微微点头 不用说了 这些人对游戏的理解 肯定是玩爆那些官方解说 赵旭明抬头问道 面试过没有 感觉怎么样 都面试过了 这些是面试之后 筛选出来的名单 那些口齿不清楚的 普通话不标准的 思路不清晰的 全都已经刷掉了 这几个选手基本上都口齿清楚 翻译准确 就算可能有一点点的口音 也绝对不会让观众反感 游戏理解方面 我们倒是也做了一些测试 但具体效果不好说 我们拿之前的比赛录像给他们分析 他们倒是都分析得头头是道的 只是不清楚对上突尾直播的那些解说 对比起来会怎么样 嗯 这样也差不多了 现在ICL官方的人员呢 包括导播 欧币 和解说在内 基本上分段 都是在白金 钻石左右 但这种游戏理解 跟职业战队 一流选手的游戏理解相比 还是差得太远了 让他们去测试 职业选手的游戏理解 简直就像是 小学生啊 给高中生出题 肯定测不出什么东西了 这确实是有点难为他们了 不过赵旭明觉得 这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既然这几位是职业选手 那就应该具备一定的战术素养 只要他们能够根据比赛的局势 把自己的游戏理解 给顺畅地表达出来 应该就没问题了 都是职业选手 他们的游戏理解 总不能比FV二队的选手差太多吧 只要不是当场打脸的那种差距 那就没关系 毕竟你有你的理解 我有我的理解 一点半点的分歧 并不会让官方解说团中的 这些职业选手被完全碾压 赵旭明把名单交还给助理 好 那就按照这个名单来 明天没比赛 时间很宝贵 把这些解说跟职业选手分好组 根据他们的特点 确定好搭档 然后多进行一些默契度方面的联系 数据分析组好好准备 后天FV战队比赛的相关数据 做好后勤支持 之前突尾直播找职业选手解说比赛 也是准备了一两天就上了 效果也不错 他们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没理由做不到 后天FV战队的比赛 我们一定要一炮打响 挽回官方解说的面子 是 赵总 那我这就去安排了 送走了朱里 赵旭明之前旋指的心脑 总算是暂时落回了肚子里 等官方解说的水平提高了之后 就不会再有人拿着突尾直播的解说 框采官方了吧 这次的事件在解决了之后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幺蛾子了吧 赵旭明觉得很无语 自己莫名其妙地夹在各大直播平台 跟突尾直播之间 不受控制的随风摇摆 总是莫名其妙地背锅或者躺枪 自己两头擦屁股 结果龙玉集团呢 没落着什么好 突尾直播的热度 反倒是越来越高了 这找谁说了一下 树懒公寓的办公区 梁清帆张亚辉和包序三人 一边喝茶 一边讨论这个小吃集市的细节问题 选址方面不能再闹市区 也不能太偏僻 附近的一定范围内 也不能有任何的腾达产业 然后就是装修风格要潮流 酷炫一些 谭主们平时实行统一管理 弹性工作制 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了 裴总就这些要求 张亚辉先是把裴总的要求 给附述了一遍 对于这个小吃集市 张亚辉现在还没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概念 因为他只是一个小吃摊主 做烤冷面的 虽然对汤位选址 摆摊流程都很了解 但要说设计一个大型的小吃集市 这已经完全超出了 他的能力范畴 但梁清帆作为一个设计师 这方面肯定是没问题的 张亚辉干脆 把裴总的要求复述一下 让梁清帆做设计 尽量不让自己的想法 限制了专业人士的思维 梁清帆说道 这要求已经很明确了呀 嗯 相当明确 可能是因为你刚做负责人 裴总担心你领会意图领会歪了 所以才特意给出了 如此明确的限制条件 你们管这个就要求很明确 这哪里明确了 只是给出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大致范围 实际上根本没什么限制啊 难道这就是腾达内部的交流和工作方式 真是太神奇了 张亚辉头上飘出了一连串的问号 一脸疑惑地说道 我不太懂 这到底哪里明确啊 梁清帆在笔记本电脑上 打开荆州市地图 裴总都说了 不能在闹市区 也不能太偏僻 还不能开在有腾达产业的地方 咱们的地方也没几个呀 随便筛一下 不就找到合适的地址了吗 他在地图上啊 挨个搜腾达的相关产业 包括摸鱼网咖 摸鱼外卖 树懒公寓 托管健身 逆风物流等等 搜完之后 就在地图上标注出来 很快 地图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记号 这些产业 已经经过了很多轮的扩张 而且之前扩张的重点 全都放在荆州 在荆州的市中心和闹市区 这些产业几乎到处都是 根本没有任何可以插空的地方 当然 所谓的不挨战 不是说那种隔着一条街 或者坐邻居 而是说在一定范围之内 还没有腾达产业 裴总也说了 太繁华或者太偏僻的地方 也不行 这样筛选一番之后啊 地图上能够用作 小池集市选址的地方 也就只剩了那么十几处 这十几处地方 看似不少 但里面绝大多数地点 并不适合开小池集市 因为小池集市啊 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场地 要容纳大量的人群 可能还需要容纳几十个上百个摊主 这样的一块地方 肯定不能直接搞一块空地 从零开始建 那样的话 耗时就太久了 而搞成露天的 或者随便搞几个帐篷 凑合凑合 也不符合裴总的要求 所以啊 最好得原本就有现成的建筑 这样一来 符合条件的区域 就进一步缩小了 也就那么两三处 最为合适 而这些地方的情况 其实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 就能知道他们的近况 梁青帆指着地图上的两处地点 啊 这个位置 有一个小型的商场 不过这里的生意不是很好 很多店铺都已经搬走了 附近有几个居民区 但总体而言比较偏僻 没什么人气 另一个位置的话 有一个大型的农贸市场 是室内的 只有一层 但层高很高 不过这里应该很有年份了 环境不是很好 以前很热闹 但现在估计人流量 已经严重萎缩了 其他位置 看起来都不是很合适 两位觉得如何 如果也觉得这两个地方 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先到这两个地方 去实地考察一下 再做打算 宝旭看了一下 这个大型的农贸市集啊 距离荆州的老工业区 有大概一两公里的距离 附近最近的腾达产业 就是经济旅社 不过距离经济旅社呀 不算近 应该也算符合要求 这个地方肯定不算市中心 但也不算特别偏 附近有老工业区的居民区 虽然都是老楼 但人流量还可以 不算很少 他点点头 还是得实地考察一下 才能确定 我觉得还是第二个比较好 这种大型市集 可能更符合地摊的特质 改造起来的空间也会更大 如果是商城的话 会给人一种 比较封闭的感觉 呃 我倒是也赞同 不过 裴总特意强调了 要潮流酷炫 要跟传统的地摊 做出明确的区分 第二个地方 似乎不太符合裴总的要求吧 你犯了很多新人 常犯的错误 就是没有准确地领会到 裴总的真正意图 裴总说要跟传统的地摊 做出明确的区分 指的是不要形似 但他可没说不要神似 这其中 还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看着包续自信满满的样子 张亚辉眨了眨眼睛 似动非动 包续解释道 你看啊 裴总用的这些形容词 潮流误宣 这讲的是整个小吃集市的装修风格 所以裴总的意思是不要形似 要抛弃原本地摊的那种随意 不卫生 简陋的形象 但整体来说 地摊美食肯定还是要接地气的 如果是在封闭的包间中 用高档的精致餐具来吃 肯定就差那么点意思 跟地摊美食的特质完全不搭 所以我们追求的应该是神似 在保留地摊美食精神的同时 做好包装 更好的弘扬这种文化 原来如此 要这么说的话 裴总给出的条件还真的很明确啊 只是我思路有问题 没有领会到 没关系 只要多练习啊 你也可以准确地 领会到裴总的思路的 行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 明天我们一起去实地考察一下 看看这个小吃集市 具体要怎么设计 第1433集 孟畅的新任务 3月20号 周二 裴谦照常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查看各部门目前的情况 电竞事业部那边啊 提交了一个报告 说是目前GEOG 海外联赛竞拍的名额 已经基本上全都确定下来了 跟各地区的本土公司 合作宣传的方案 也都敲定了 过段时间呢 卖名额的这笔钱就能到账 虽说海外联赛的名额差价很大 很多地方的价格 远不如GPL联赛的名额 但积少成多 这笔钱呢 绝对不容小觑 得有个四千万道 欧洲 北米等热门赛区 名额的卖价都很高 赔钱本来啊 还有点纳闷 为什么会这么贵 之前不是说了 一百万刀起牌吗 但仔细看了一下 发来的报告 上面写了原因 因为IoI 在这些地区的联赛 都是三百万刀起牌 所以给了其他俱乐部一种 GEOG联赛名单 非常划算的错解 于是啊 这些俱乐部 开始疯狂竞价 就把价格抬上去了 赔钱很无语啊 指头公司 真是干啥啥不行 捣乱第一名 本来想便宜点 把这些名额都卖出去了 结果并没有成功 又是一笔横财入账 赔钱叹了口气 继续看其他的部门 OTTO科技那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已经组建起来了 是直接全资收购了 国内一家研究人工智能的公司 又从训科科技 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啊 挖了几个技术骨干 这些人已经陆陆续续的 全部都搬迁到了荆州 很快就可以顺着之前的方向 继续进行研究了 其实啊 这一家研究人工智能的公司 已经有了一些成果 只是跟训科科技比起来 差了一些 不过这些成果 并不足以让艾依斯人工智能 有什么太大的飞跃 对于这个消息 赔钱还是比较满意的 希望这个人工智能实验室 可以快点花钱 毕竟最近挣的有点多 快顶不住了 就在这时 办公室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赔钱抬头一看 竟然是孟昌来了 嗯 有什么事吗 赔钱问道 孟昌犹豫了一下 裴总 这个月我已经对之前的宣传方案 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吸取了之前的经验和教训 呃 那个 这个月也都过去一半了 是不是 可以给我一个新的任务了 赔钱点点头 啊 也是啊 之前的那几个宣传方案 确实很失败 上个月 孟昌的提成啊 一分钱都没有 就只有保底工资 但是孟昌昌然并没有就此沉沦 而是重新振作了起来 要主动 要任务了 主要是眼瞅着这个月 都已经过去一半了 孟昌要是再不主动 要个活干的话 这个月的宣传方案 那就是零 那这个月的提成 就又泡糖 所以孟昌等不了了 主动来找任务 赔钱想了想 也确实该给孟昌 找点活干了 正好 我这有一个大伙 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可以交给你 使命与抉择下个月 就要进行宣传预设了 这个宣传方案 你来做吧 啊 裴总 这 还有点犹豫 因为谁都知道 使命与抉择 是裴总近几个月来 最寄予厚望的项目 半年多的时间 腾达游戏和飞黄工作室 两个核心部门 投入了海量的资金 这种项目 裴总也舍得交给自己 之前给突尾直播做宣传 哪怕是完全没起到效果 也没有大碍 毕竟以突尾直播 目前的体验而言 只能算是 腾达诸多产业中 一个比较边缘化的部门 它还没有发展起来 所以宣传失败 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但使命与抉择的宣传呢 要是大失败 孟昌自己 倒是舒舒服服地 拿了高提成 但裴总 这可是要损失惨重了 在这个瞬间呢 孟昌甚至 有一点点动了侧隐之心 毕竟这事关过亿的资金 和两个核心部门 长达九个月的努力啊 裴一千看了看他 怎么 没信心吗 这个机会放弃了 以后可就没有了 裴总的项目是否失败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任务要是不接的话 这个月又要喝西北风了 一分钱提成都拿不到 好的裴总 这个方案就放心交给我吧 我这就回去考虑宣传方案 离开裴总的办公室 孟昌回到广告宣传部 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之后 他突然觉得有些压力山大 之前他只是觉得 使命与抉择的宣传事关重大 有点动了侧隐之心 但是在良心和提成之间呢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只是回来之后仔细一下 这个宣传方案想要作杂 其实啊 还是挺有难度的 因为使命与抉择的投入太大了 又是游戏又是电影 而且听说陆之遥也参与了 这么大的制作 稍微有一点风声透出来 就会引起强烈反响 想要无人问津 属实不太可能 孟昌考虑了一下 既然宣传方案不能默默无问 那就只能是努力反向宣传了 降低热度了 最好是这个宣传方案 一出来 就让看到的人 产生本能的不适和反感 这样也能拿到提倡 孟昌打开签度 准备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 他对于游戏和电影的了解 都不算多 只能算是业余的爱好者水平 不过这都不碍事 现在距离出宣传方案 还有两周的时间 按照裴总的要求 下个月才要对使命与抉择 进行宣传预热 这两周时间 足够孟昌 恶补一些相关知识 并想出一个足够引发 观众反感的宣传方案 孟昌首先搜索了一下 使命与抉择这个关键词 要针对某个产品 制定宣传计划 首先得知道 大家对他的态度是什么 如果大家的印象不错 那就要强化这种印象 如果大家的印象不好 那就要首先考虑 扭转 改变这种印象 当然了 这是正常的宣传模式 孟昌啊 得反其道而行之 先看看网上有没有关于 使命与抉择的小道消息 流出来吧 哦 竟然有这么多条搜索结果 不对吧 我记得腾达的保密工作 一向都做得很好啊 怎么会流出来这么多消息 而且 好像也没见上热搜之类的呀 不对 这搜出来的 都是一堆什么鬼 第1434集 孟昌充满想象力的宣传方案 孟昌仔细看了一下搜索结果 人有点晕了 他一边滑动屏幕 一边小声嘀咕 使命与抉择 游戏软件 千度百科 你还记得使命与抉择吗 国产游戏的发展 真的毁在了他的手里吗 史上最坑游戏 使命与抉择 使命与抉择排第一 盘点游戏史上 骗钱最厉害的九大垃圾游戏 搜索结果 全都是诸如此类的内容 孟昌感到有些费解 他仔细看了一下才明白 原来使命与抉择 跟国产游戏啊 史上一个被称为 国有耻辱的单机游戏同 那是一款九几年的游戏 距今已经有十几年了 孟昌平时不玩游戏 对国产游戏的这些历史 基本上也是一无所知 他只是从公司内部 知道了裴总新游戏的名字 叫使命与抉择 完全不知道 这背后啊 竟然还有这么多的秘密 他立刻来了精神 把这些网页上 对使命与抉择的介绍 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没想到这个名字的来源 竟是这样的 那裴总起这个游戏名 是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吗 难道是裴总的意思是 要为国有耻辱血耻 孟昌倒吸一口凉气 感觉压力更大 不得不说 为国有耻辱血耻 这个说法实在是 太容易引发话题了 而且非常容易激发 玩家们的爱国热情 这个话题一抛出来 关注度就绝对不会低 这无疑又给孟昌的 反向宣传提高了难度 从题材上来看 这是个RTS游戏 而且是科幻题材 这种游戏类型 应该没什么人玩吧 所以 想要让宣传 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就要尽可能地 让它不出圈 只要不出圈 让它的热度局限于 国产单机玩家群体 还有RTS游戏的 玩家群体中 就绝对收不回海量的投入 宣传自然也就失败了 那么 肯定就要从宣传物料上面 下功夫了 孟昌很快确定了 大致的宣传策略 就是尽可能地 让路人看了五感 让核心玩家群体 看了感到不适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还可以耍一些小手段 起到一种虚假宣传的效果 当然 前提是不违反协议规定 也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这个擦片球怎么打 是个技术活动 目前看来 腾达的保密工作 做得太好了 外界基本不知道 腾达正在开发的游戏 就是使命与抉择的重制版 这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重大利好啊 这样一来 就可以用网友们的惯性思维 对他们进行误导 这样说来 使命与抉择 原本的宣传物料就不错呀 如果我直接拿过来用的话 会怎么样呢 孟昌在网上搜了一下 很快就搜索到了 大量的使命与抉择 当时的宣传物料 作为虚假宣传的典型代表 使命与抉择的宣传资料 也跟这款游戏本身一样 被钉在耻辱株上 被反复编尸 当时的互联网还不发达 主要宣传呢 都是在各种杂志 实体海报上 那段有煽动性的宣传语 还有穿着太空战服的 华夏军人 都给人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 你的故乡 蓝星 刚刚遭受一场 来自虫族的毁灭攻击 和你的战友一起击溃虫群 拯救蓝星 耗资百万 轻力制作 场景宏大 国产典范 诸如此类的宣传语 让那个时候的玩家们 热血沸腾 当然 这些宣传语 在现在看来 是非常生硬的 那张宣传海报上的画面 也非常糙 九几年的画风 拿到现在来看 只能用惨不忍懂四个字 来形容 梦昌陷入了沉思 如果正想宣传的话 肯定是把游戏和电影中 最精彩的部分给放上去 然后拼命宣传 洗刷国有耻辱之类的概念 这样一来 就可以煽动玩家们 支持国产游戏的热情 引发极高的关注度 但这样我的提成 也就没指望了 我必须得反其道而行 那就不该用任何新的 使命与抉择游戏和电影中的素材 也完全不要涉及重制版 或者洗刷国有耻辱之类的概念 就直接把老游戏的这些宣传物料 拿过来用 让玩家们完全看不出来 这是使命与抉择的重制版 甚至让他们误以为 这就只是十几年前的那款老游戏 呃 不对 这样也还有漏洞 只要大家看到 这款游戏是腾达游戏发布的 就会明白 它肯定是重制版 诶 能不能故意 不用腾达游戏的名义发布 跟官方稍微商量一下 故意隐瞒一下 制作这款游戏的公司 呃 虽然有点奇怪 但也可以用 一种特殊的营销手段 给搪塞过去 不会违反合约规定 或者 跟很多经典的老游戏 捆绑在一起 做一个合集 搞一个 重温经典国产游戏的活动 混淆试听 虽然早晚会露馅儿 但只要撑过一个月 哼 我的提成不就到手了吗 孟昌突然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思路太僵硬了 想要拿提成的话 其实不止一种方法 之前呢 孟昌想的都是 努力通过宣传 让这个项目无人问津 永远都不赚钱 但现在他发现 这种难度太高了 因为裴总的项目 往往都是自带热度 尤其是使命与抉择 这个项目 根本就无法达成 既然如此 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呢 这个月把宣传方案搞出来 然后无人问津 下个月加大力度 仍旧无人问津 这样一来 两个月的提成 不就顺利拿到了吗 至于正式发售的那个月 混淆视听的效果失败了 项目爆了 顶多也就是 那个月没提成而已 前两个月的提成 还是照拿不误的 孟昌都被自己的机制 给折服了 立刻开始写宣传方案 这次的宣传方案 以九几年那款老游戏的 宣传物料为主 还是那幅海报 还是那些宣传语 什么都不变 这个宣传海报上 不留任何腾达相关的图标 或者logo 这样大家就不知道 这款游戏的制作方 到底是谁 只不过 要加一行字 重温经典 回味十年前的 国产游戏 把所有那个年代的 国产单机游戏 给打包一下 做一个合集 然后把使命与抉择 偷偷地塞进去 只不过 在腾达的使命与抉择 发售之前 塞进去的 就是那一款 坑爹的老游戏 而在腾达的使命与抉择 发售之后 再把之前的老游戏 给替换掉 而后在官方平台上 把大量的资源 全都拿来宣传这个合集 而在其他地方的宣传 则是以使命与抉择 原本的宣传物料为主 这样就能起到一种 真假难辨的效果 让所有人都以为 这是在宣传 国产老游戏合集 就不会去深究里面的游戏 到底是什么 毕竟之前 他做了那么多的方案 一毛钱提成都没拿到 心态都快崩了 所以就不指望着 一劳永逸的拿满提成了 至少先拿个几万块再说吧 当然 这个想法只是一个雏形 具体要怎么操作 还得仔细考虑 从长计议 不过这个大方向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样一来 至少能藏到一个多月以后吧 要求不高 先拿两个月的提成再说 孟畅越想越觉得 自己的计划不错 立刻开始做宣传方案 孟畅打开笔记本电脑 快速敲击键盘 文思如同全有 在他极高的效率之下 大致的方案 很快就写出来了 但是在仔细审视了 这个方案之后 孟畅觉得 还有两点漏洞 必须要补偿 这个方案需要 ESRO官方平台 和腾达游戏配合 把这些国产经典游戏 给打包起来 做一个合集 然后偷偷地 把使命与抉择给塞进去 此外 孟畅也得去腾达游戏啊 那边 把使命与抉择的demo 给要过来 至少稍微玩一下 了解了解 俗话说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之前孟畅失败的 一个重要原因呢 就在于 他没有深入地 去了解自己 要宣传的产品 而是按照 普通人的惯性思维 去考虑 接管 插之毫厘 没有一千里 事实证明 裴总的思维方式 完全跟普通人 背道而驰 这些项目中 隐藏着很多的坑 一不小心的 就会踩进去 所以啊 虽然梦畅自己 没玩过几款游戏 对游戏的玩法优劣 也难以判断 但至少也得耐心地 把这游戏给玩一玩 这样才能确保 自己的方案 万无一失 至于如何让 ERSO官方平台 和腾达游戏部门 配合自己的计划 这个好办 他现在的官方身份 毕竟是广告 营销部的负责人 给使命与抉择宣传 又是裴总 亲自安排下来的任务 只要梦畅开口 腾达游戏部门 肯定会全力配合 现在梦畅觉得 自己的计划 距离成功 就只差一点点忽悠 而忽悠啊 一向是他的强项 于是他最后 完善了一下 这个粗略的宣传方式 然后起身离开 准备到腾达游戏部门 去跟负责人 胡显斌 进行一波联斗 广告营销部 也在神华豪井里 跟腾达游戏部门啊 就隔了几个楼层 所以很快就到了 梦畅静止找到胡显斌 说明自己的来意 胡显斌高度重视 给使命与抉择做宣传 当然没问题 既然是裴总的意思 梦兄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我们这边肯定全力配合 梦畅不由地唯唯一笑 看起来计划很顺利 完全按照自己 预期之中的发展 首先请提供一份 游戏的demo 虽然我已经想好了宣传方案 但还是得玩到 具体的游戏之后 才能敲定一些细节 其次 我们要跟ESRO官方平台商量一下 举办一个重温经典国产游戏的活动 由官方平台出面 把十几年前的那些经典国产游戏 全都打包起来做成合棋 在官方平台上打折销售 当然 其他游戏销售的钱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使命与抉择 我们已经拿到了版权 所以这款游戏 我们还是按照原价进行销售 也就是158元 等我们的使命与抉择 开发完成之后 再把之前的游戏给替换掉 孟昌做过功课 使命与抉择 是在指令与征服之后发售的 指令与征服 当时在国内的正版定价 是160元 而使命与抉择的正版定价 是158元 当然了 这是原价 使命与抉择存在着 恰烂钱的意图 所以在宣传促销过程中 也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打折活动 最低价 甚至80多块 就可以入手 但不管是80块 还是158块 在九几年的当时 都无异于一笔巨款 至于当时 为什么要定一个 比较高的价格 得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 在那个时候 国内游戏行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网游快速兴起 盗版逐渐泛滥 国产正版单机游戏 被迫跟盗版打起了价格战 但再怎么降价 也依旧于事无补 而使命与抉择 当时的开发组 虽然游戏做得稀烂 但很懂营销 也很懂市场 他们知道 这款游戏的价格 绝对不能定低了 因为开发组 对这款游戏的质量心里有数 发售之后 口碑肯定是要崩盘的 既然是想着圈一笔钱就跑 那价格肯定是要定高一点 才能赚得多 而且既然这游戏 是卖情怀的 定价高一些 也可以暗示玩家 这款游戏 跟指令与征服 是同一级别的精品游戏 大制作 定价低了 玩家反而会怀疑 所以啊 指令与征服的正版游戏 在国内卖一百六十块 使命与抉择 就把原价 顶成了一百五十八块 象征性地减了两块钱 后来的结果 所有人都知道了 游戏一共卖出了四万多套 最后有三万多套 都被要求退款 而剩下的近一万套 也被玩家愤怒丢弃 所以孟畅也打算 让使命与抉择 按照原价的一百五十八元 进行销售 这样也是跟历史售价 保持一致 当然 具体定价多少钱 还得看裴总 跟腾达游戏部门这边的意思 梦唱自己是做不了主 胡显斌不由地点头 这个想法不错呀 一百五十八块这个价格 算是比较适中 因为使命与抉择的 前期投入很大 所以卖便宜了 怕是收不回成本 但是要卖到两百块左右 又会有些太贵 一百五十八算是一个 比较合适的价格 不过 跟十几年前的国产经典游戏 捆绑在一起 有什么意义呢 等我们游戏出来之后 再替换掉原本那个老游戏 又是为什么 好像有点多此一举吧 而且这样 不是会让玩家产生误解吗 梦唱唯唯一笑 完全不慌 现在是他的三寸不烂之蛇 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我用的这个宣传手法 叫做御洋先逸 首先搞这个 重温经典国产游戏 然后大肆宣传 让玩家们开始回味 很多年前的那个时代 引发一定的讨论度 等形成一定的讨论度之后 我们还会配合 官方平台进行宣传 让这些经典游戏的热度提上来 这时候 很多玩家肯定会对 使命与抉择 这个国有耻辱 破口大骂 回忆起这款游戏 当时对玩家们的欺骗 同时 大家也会对 其他优秀的国产游戏 表示惋惜 最后 我们偷偷地把新的 使命与抉择替换上去 玩家们刚开始 肯定不会发现 但当他们发现之后 肯定会觉得特别惊喜 曾经的国有耻辱被洗刷 一款拉机游戏 被重做成了真正的国有之光 这肯定能引发一股热潮 相比于直接宣布 我们重置了使命与抉择 这样的做法 肯定会更让玩家感到惊喜 当然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 整个宣传的流程 可能会拖得比较久 但我觉得 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好饭不怕晚吧 孟昌的话 半真半假 假的地方在于啊 他是想让整个宣传流程 一直拖到游戏发售之后 这样 他至少可以拿到 两个月的提成 至于游戏发售之后 会怎么样 那他就管不着了 大不了那个月的提成啊 就不要了 孟昌的这一番话 果然完全说服了胡显明 听起来是个非常不错的宣传方案 那我这就去跟官方平台联系 把这个宣传方案跟他们说一下 让他们配合 腾达游戏 跟ESRO官方平台的关系 就不用说了 妥妥地亲儿子待遇 这次的使命与抉择 是超级大制作 官方平台那边 也是非常重视 腾达这边提出宣传要求 只要不是太过分 官方应该都会满足 孟昌很高兴啊 只要说服了胡显明 自己的计划 应该就成功了一半 对了 游戏的demo 孟昌可没敢忘这个事情 胡显明说道 好的好的 我找个移动硬盘 给你考过去 不过这个游戏还在开发阶段 尽量不要外传 也不要用里面的内容 做宣传物料啊 宣传物料方面有什么要求 直接跟我说 我来配合准备 当然了 我就是稍微体验一下游戏玩法 拿到游戏demo之后 孟昌立刻马不停蹄地 回到广告营销部 然后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好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 他准备好好的 跟这款游戏死磕一番 其实这次的宣传方案 跟游戏的内容到底如何 关系不是很大 但孟昌主要是之前的失败 太惨痛了 所以还是稳妥为商 下午 张亚辉 包絮和梁清帆三个人 结束了对小吃集市选址的考察 回到了树懒公寓的办公区 所以综合考虑 还是这个农贸集市比较合适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 梁清帆看了看两人 包絮和张亚辉都点了点头 我们也都没意见 就定在这儿了 这个农贸集市 比他们想象中的 还要更加冷清一些 卖各种农产品的小商贩 在这里摆摊 东西堆的到处都是 环境可以用脏乱差来形容 而且 农贸市集中 不管是摊贩还是顾客 都是以中老年人为主 基本上都是在附近 生活了几十年的老住户 每天都来这边买菜 但是随着老工业区的衰落 荆州的年轻人 基本都不在这边住 所以这个农贸市集的人流量 也越来越少 小摊贩赚不到钱 也有不少都搬到了其他地方 所以这里的情况 是每况愈下 张亚辉他们三个 去这个市集考察的时候 也见到了市集的老板 想要把这个市集 给直接买下来 然后集中进行改造 当然 原本的这些摊贩 也不会赶走 而是会在附近 找地方安置 在整个市集改造完成之后 会给他们留下摊位 汤位的租金也不会变化 张亚辉说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整个小吃集市 应该如何规划 应该采用何种设计风格 其实可以设计的风格有很多 华夏传统的小吃街风格 或者说国外的一些风格 也都可以做 但是一旦确定了一种风格 其他的东西都要统一起来 肯定就不能再改了 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慎重 三个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正如梁清帆所说的 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做 关键是什么样的风格做出来 会更受欢迎一些 包续突然灵光一闪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不错的风格 你们还记不记得 之前裴总的那个电影 美好明天 那里面有一个场景 就是赛博朋克的风格 我觉得那个风格就很不错 一方面是可以跟 美好明天联动 让大家可以在荆州 看到电影中的景象 另一方面 赛博朋克风格 也足够标新立异的 也比较符合 小吃集市的精神内核 说的有道理啊 梁清帆不由地眼前一亮 张亚辉则是有些茫然 是哪个场景来着 我虽然看过电影 但里面场景太多了 没什么印象 梁清帆立刻在 爱丽岛网站上 找到美好明天的电影 然后快进到男女主角 在外部世界约会的场景 美好明天里面 有四种不同的建筑风格 脚囊空间 低则 狭隘 有科技感 但同质化严重 外部世界平民窟 赛博朋克风 有很多小店 灯红酒绿 外部世界核心区 宽敞 大气 一般意义上的 科幻建筑风格 上流人士的住宅区 古典豪宅 只不过当时的大部分场景 都是布景加绿幕拍摄出来的 并没有实景 现在如果可以用小吃集市 还原电影中的场景 那绝对是一个很不错的噱头 而且赛博朋克的主题啊 是低端生活与高等科技的结合 通常是在高度发达的科技背景之下 有着一定程度崩坏的社会结构 在赛博朋克的题材中啊 总是少不了很多的华夏元素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就是那些霓虹灯牌上 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汉字 究其原因呢 在于港城的九龙城寨等地 对当时的作者们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地义少人多 建筑秘籍 新旧事物同时存在的风格 跟赛博朋克的感觉非常契合 所以很多的赛博朋克题材啊 都有一些华夏元素 之后也有很多国人出于兴趣 做了一些赛博朋克 和华夏风结合的原画 效果也都非常的好 看着电影上的画面 张亚辉也终于回忆起来了 这个风格看起来确实不错啊 关键是可以跟电影产生联动 这样一来 荆州的腾达景点就又多了一个 游客们正好可以先去经济旅社玩一下 玩进行了之后 赛到这个赛博朋克风的小吃集市 来享受全国各地的美食 是的 不仅如此 从小吃集市到经济旅社的这段路程 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去改造一下 两个地方离得不算很远 也就一两公里的距离 如果我们可以把沿途的这些商铺 也全部买下来 或者长期租下来 然后也稍微改造一下 而后 在小吃市集里表现比较好的摊贩 以后可以移到这些商铺中 这样以后随着摊主越来越多 说不定整条街都可以变成小吃街 跟经济旅社一起凑成吃喝玩乐一条龙 而且 我觉得可以加入一些游戏的设计思路 比如 我们把集市内部的摊位 分成几个不同的档位 有青铜 白银 黄金 钻石四种 档位越高 位置越好 座位就越多 如果连续在钻石档位一段时间之后 就可以搬到外面的店铺当中去 整个小吃集市 可以定期进行评比活动 还可以随机地刷新几个摊位 成为半价体验区 或者免费区 稀有的小摊可以定时刷新 让顾客体验到 遁守稀有NPC的感觉 而且既然是赛博朋克风 肯定是要让高科技 和接地气的感觉融合起来 做一些赛博朋克风的电子显示屏 点餐 还好 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 包序很快 把自己的想法给说了一遍 在他看了 这个地方 其实很适合加入游戏中的互动体验 给第一次来吃小吃的游客 一种新气感 可以很好地提升他们的游玩体验 包序啊 也是为了可以不去旅游 尽心尽力地帮张亚辉和梁清帆设计 张亚辉很高兴 太好了 这样一来 整个小吃集市的大致做法 就可以敲定下来了 其实 我刚开始的想法 只是做一个聚集起来摆摊的地方 两位真是提供了很多的好点子 我们只不过是顺着陪总的思路 稍微发散了一下思维而已 虽然说陪总肯定不可能猜到 这个具体的选址和包庄的 但其实我们想到的内容 应该是和他原本的想法大差不差 这就是陪总的管理艺术 每次都给出一个看似宽泛的要求 让下属能够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最后的结果 确实殊途同归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抓紧时间 把小吃集市的设计方案给完成 然后尽快地让这个项目走上正轨吧 3月21号 周三 ICL联赛的比赛 在现场后台 两位官方解说和一位职业选手 正在解说比赛录像 练习配合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人员搭配 主要还是为了稳妥起见 这两位解说呀 一位是场控解说 保证话题不跑偏 一位是团战解说 保证团战比较有激情 至于那位职业选手 则主要是进行阵容预测和局势分析 三个人的分工啊 非常明确 毕竟这些职业选手都没有太多的解说经验 像图尾直播那样安排一个解说带两个职业选手 在赵旭明看来呀是有一定风险的 其他的解说和职业选手们这段时间呢也都在拼命练习 因为很快就要轮到他们上场 今天的这两位解说呀是ICL联赛资格最老的两位 上台的职业选手也是游戏理解相对比较好的 赵旭明的想法是把最厉害的解说全都安排上 确保这场FV战队的焦点战能够引发足够的关注度 这样就能一炮打响给观众们留下官方解说 现在也跟图尾直播解说一样专业的印象 这位职业选手在休息之余 也在不断地复习FV战队之前比赛的录像 他们在打职业赛的时候 跟FV战队约过几次训练赛 但基本上很快就被打得找不着本 完全搞不懂FV战队的意图 不过只要马后炮一下的话 还是能分析出很多东西来的 又结束了一场解说的预演 三个人停下了休息 喝水润喉 令人欣慰的是 虽然这位职业选手之前呢 没有解说的经历 但口才还是不错的 磨合了几个小时之后 跟两位官方解说的配合已经很不错了 看到三个人休息了 ICL联赛的导播快步走进来 把资料分别塞到了三个人的手里 再三叮嘱 这是后台数据组整理出来的赛前相关资料 和两个战队以及各位选手的数据情况 还有对今天比赛BP的预测 你们提前看看 熟悉熟悉 等上台之后啊 这些资料也带上去 再带着笔 解说台上 何必再像之前那样 空空入野了 之前解说的时候 官方解说就是因为桌子上没有比赛资料 而被观众嘲笑了 其实这个事情挺没道理的 因为ICL联赛也播了一段时间了 之前解说台上一直是空着的 也没见观众们有什么意见 结果突尾直播的二路流亡一出来 观众们就看到 突尾直播的解说们 人手一份资料 一台平板电脑 再看官方解说 这空空如野的解说台 立刻就开始挑毛病了 人家突尾直播的解说 游戏理解那么高 还认认真真的做功课 赛前准备拉满 比赛过程中啊 也认真地拿着小本子 记录比赛的关键节点 官方解说的游戏理解 稀碎 反而不准备也不济 这就叫态度决定成败 怪不得官方解说游戏理解差了 不只是能力不行 态度也不行啊 有不少观众都持这种观点 所以这次啊 ICL官方也不敢跟观众投听 把这些面子上的工作也做足 当然 这些数据啊 肯定也都是真实有用的 数据多 总不是坏事 官方解说摆出的数据越多啊 就越能说明准备充分 毕竟没有什么比一个明确的数字 更有说服力的 除此之外 之前准备的那个实时数据功能 也已经可以正式上线了 万事俱备 就等下午的比赛 正式开打 临近下午五点 各大直播平台的ICL联赛直播间呢 同时接入了比赛现场的转播信号 观众们也从各大直播平台 纷纷收到飞机票 准时关赛 今天依旧是有两场比赛 下午五点 是一场无关紧要的比赛 而FV战队的比赛安排在晚上七点的黄金档 这个安排啊 也是照顾到大部分人的观赛时间 晚上七点当 尤其是周末七点 观看的人数最多 肯定要尽可能把FV这种明星战队安排到这些时间 对于ICL联赛官方来说 第一场比赛 正好也可以让新的解说组合提前练练手 适应适应 省得一上来就解说FV比赛的重头戏 压力太大 万一出了问题 不好收拾 各位观众下午好 欢迎来到ICL联赛春季赛第三周第二比赛日的比赛现场 官方解说呀 还是和往常一样 说着开场白 只不过各个直播间的观众都能发现 官方解说台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多了一个之前 只在比赛的选手画面中见过的人 其次是 解说台上不再空空如也 也跟突尾直播那边的解说台一样 对了不少的资料 开场白结束之后 负责控场的解说 也为观众们介绍了一下 今天这位新的解说 他现在的身份 仍旧是一位职业选手 这次为了能够更好地解读游戏内容 给观众带来游戏体验 所以来临时客串一番 当然 临时客串只是一种托词 是为了试探观众们的反应 如果观众们的反馈比较良好 那就顺理成章地 让这位职业选手常住 如果观众们的反应不佳 那也可以顺理成章地换人 除此之外 负责控场的解说 也把实时数据的功能 给介绍了一下 提醒观众们 只要点击右上角的小气泡 就可以弹出实时数据列表 搭配专业解说 能够获得更加的观赛体验 赵旭明今天呢 也来到了现场 在台下一边看比赛 一边用手机 观察直播间的网友们反应 有何 官方平台也跟兔尾直播学了 又是找职业选手解说 又是做实时数据 还能抄得再彻底一点不 这又没有专利保护 有什么抄不抄的 再说了 不都是为了提升观赛体验吗 我觉得知错能改 闪磨大烟 要是官方直播 还是跟以前一样 继续投铁 不做改变 那才是有大问题呢 确实 这算是良心竞争 没什么好苛责的 看来今天不用跑到 突尾直播那边去看比赛了 还是狼牙直播的客户端 用着比较舒服吗 弹幕上 网友们的反应 普遍来说 还是比较积极的 这让赵旭明心头一喜 如同之前计划好的 负责控场的解说 在简单介绍了 今天第一场比赛的 对局双方之后 就把话茬 抛给那位职业选手 让他来负责 进行赛前的预测 和分析 这位职业选手 也是早有准备 从双方的战术储备 明星选手 近期游戏版本 特性等方面 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 配合画面上出现的 以及实时数据功能中 提供的各项数据 说得头头是道 接下来 双方的BP环节 果然也跟这位职业选手 预测得差不多 因为双方的阵容选择 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 看版本强势英雄和阵容 第二 看选手英雄池 第三 看整个阵容选出来之后 在前中后期的 队线 团战 分带 等多个维度的纸面实力 职业选手 对这两支中下游队伍的了解 本来就不错 再加上官方提供的 很多数据 果然呢 把双方阵容 给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常常是刚说出一个英雄 场上的选手就锁定了 比赛开始后 有控场解说 介绍场上的情况 团战解说 负责解说激情团战 而职业选手 则是在其他两位解说的间隙 穿插自己 对当前局势的理解 分别从双方的角度 分析接下来的打法 比如 强势方接下来 应该如何扩大自己的优势 弱势方又该如何避战 进行资源置换 三位解说的配合 虽然偶尔会有小瑕疵 会有强化的情况 但总体而言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赵旭明再次打开 各大直播平台的 ICL联赛直播间 以及各大论坛 查看网友们的反馈 今天的官方解说 好评 两位老油条还是挺好的 节奏把控得非常完美 团战也很有激情 加上专业分析 今天的解说 完全没有让人换台的冲动啊 之前还有人嫌弃 这些老解说游戏理解不行 现在证明 没他们真不行 得让他们来带节奏的 事实证明 兔尾直播那边 所谓的专业性 可不是什么 很难做到的事情嘛 官方解说 这边拉个职业选手过来 稍微准备准备数据 就能做到差不多的水平 确实 要说口才和解说激情程度 这方面 还是官方解说更生一筹啊 之前还有很多人 把兔尾直播吃上天了 解说台上放个本子也能水 现在呢 官方解说也不差呀 看着网友们的发言呢 赵旭明不由地 泱泱自得起来 看看看看 立竿见影吗 果然职业选手的游戏理解 都差不到哪去 兔尾直播找来两个职业选手解说 无非也就是搞一个先生夺人 怎么可能一直把官方解说 按在地上摩擦 赵旭明不由地放下心来 把手机收好 踏踏实实地继续看后面的比赛 很快 第一场比赛 以2比0结束了 虽然这场比赛啊 并不是焦点战 但很显然 双方的实力 也是有一定差距的 烈士方并没有做出太多的抵抗 就直接打出机器 这也是赵旭明现在比较担忧的一点 就是整个ICL联赛的实力断层有些严重 最顶层的F1战队是独一档 往下一档是SUG 再控一档之后才是其他战队 这也没办法 毕竟国服LI的土壤不太行 新鲜血液少 后边的战队也不容易追赶 所以这种实力断层 在未来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不过对于赵旭明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以后随着ICL联赛的快速发展 肯定会得到解决 现在就算着急 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快速解决 更何况赵旭明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要去做 第1439集 轮到ICL官方解说发挥了 在简单的转场之后 今天的重头戏 也就是F1战队的比赛即将开场 导播之前就已经把第二场比赛 两支队伍的数据给到了解说台 在比赛间隙插广告的时候 三位解说都在抓紧时间熟悉这些数据 职业选手方看晋级场F1战队的选人 自信满满地说道 晋级场F1战队的选人 基本上都在用两套战术来回换 虽然他们打的机场比赛选用的英雄都各不相同 但战术选择上都没有脱离开这两套战术的范畴 今天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还是会用这两套战术的其中一套 F1战队不是一向以战术复杂多样组成吗 他们却是以战术复杂多样组成 但现在的情况其实没有必要暴露太多战术 既然F1战队打的都是实力比较弱的队伍 两套战术轮换就可以一直赢下去 那么也就根本没有必要暴露其他的战术 反正我们俱乐部的习惯是这样的 大招只有真正关键的场次才会用出来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好了 F1战队只要继续用这套成熟的战术 我们的解说就很好做了 因为F1战队目前常用的两套战术 已经被官方的数据组研究过很多变化 从选人到比赛过程中的战术选择 方方面面都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 如果F1战队 继续用这套战术 那么这三位官方解说 就可以把事先准备好的内容全都讲出来 达到剧透型解说的效果 再加上非常激情的团战讲解 肯定能胜过吐尾直播那边的解说 三位解说又抓紧时间了 临阵磨枪一番 对接下来的解说充满了信心 在短暂的休息时间过后 第二场比赛如期而至 F1战队的队员们入场 迎接着现场观众 商呼海啸的掌声和欢呼声 各大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和弹幕量 也都有了非常明显的上涨 作为一支在世界赛夺冠不久 春季赛开赛又保持着全胜战绩的王者之师 F1战队几乎占据着整个ICL联赛八成的流量 说是ICL联赛的亲爹都不夸张 看到观众们如此膨胀 三位解说也是纷纷摩拳擦掌 准备在观众面前好好表现一番 很快 比赛进入了班选环节 从ICL联赛正式开赛到现在 F1战队仍旧保持着不败精神 今天他们的不败战绩 还能继续保持下去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空场解说暖场完毕之后 就把话题递给了职业选手 让他开始自己的表演 分析F1战队的BP 官方解说台上的这位选手信心满满 F1战队近期的战术主要有两套 一套是以刀锋之翼为核心的全球流阵容 另一套则是以混沌厄运为核心的团战阵容 这两个英雄从世界赛开始就是热门英雄 虽然进行过小幅的削弱 但现在仍旧被众多战队所偏爱 让我们看一下F1战队首抢的阵容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 他们本局比赛将要选择的阵容 对手扮掉了刀锋之翼 这个英雄是全球流的核心英雄 他的功能相对而言是不可代替的 所以F1战队多半是要选择一抢混沌厄运 来打团战流了 对方又扮掉了混沌厄运 这样的话 这位职业选手尬住了 这对手 维免也太不给面子了 踏着准备了半天 两套阵容的阵容选择 比赛中战术都有一大堆可以说的内容 只要这比赛开起来 他就能直接让所有观众看到什么叫做 言出法随 什么叫做剧透型解说 结果两个核心英雄啊 全都给搬了 可还行 如果没被搬掉的话 F1战队多半还是会本着藏战术的心态 选择这两套战术的 但现在情况全乱套了 眼瞅着职业选手卡格了 负责控场的解说 赶忙解围 看起来对手也是有着充分的赛前准备 对F1战队进行了非常深刻的研究啊 那么F1战队到底要如何应对现在的局面呢 我觉得他们可能要拿出一套新的战术了 现在直播间呢 已经切换到了游戏画面 转播台这边已经没有画面了 控场解说用胳膊肘 稍微碰了碰职业选手 意思是 这点小插曲不要被影响 继续解说 职业选手也很快反应过来 稳定了一下情绪 他想了想 也对 F1战队一直是这两套战术来回用 自己都能看出来打法 对方的教练组不傻 肯定也能看出来 只是没想到 对方既没有自己抢 也没有研究其他克制这两套打法的阵容 反而是直接简单粗暴地扳掉完事 这还是让他有些粗不及防 F1战队这边啊 虽然被搬了常用英雄 但也完全不慌 直接锁下了拿下总决赛第三场MVP的虐菜英雄风暴剑客 解说台上的职业选手啊 看到这一幕瞬间来精神 老师 这道题我不会啊 这不就是搭配幽灵铁匠 直接吃掉全部野区和中路兵线 打经济压制的那个玩法吗 世界总决赛之后 很多职业选手都研究了这套战术 当然有很多可以解说的 F1选择了一抢风暴剑客 接下来显然是打算拿幽灵铁匠 再现全球总决赛上武杀的那一幕了 然而他的话音未落 就看到对手已经先一步 把幽灵铁匠给抢掉了 职业选手嘴巴微张 再一次陷入了沉默状态 我这还怎么解说呀 另外一边 突尾直播的解说台 负责控场的主持人呢 在看到对方锁下幽灵铁匠之后 同样非常惊讶 看起来对方对今天这一战 是准备充分的 从BAN选上面就处处针对 知道风暴剑客和幽灵铁匠 这个体系 选择直接自己抢掉 幽灵铁匠来应对 那这样的话 对于FA战队 恐怕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了 因为风暴剑客在野区 是比较孱弱的 没有幽灵铁匠 为他提供额外的经验和经济 一旦被对方针对的话 很有可能连带着三路崩盘 那两位老师 对这个选人怎么看呢 FV二队的两位选手 并没有嘎住 似乎这一切 都在他们的意料之内 其实目前的这个局面 肯定在FV战队的意料之中 这个套路在世界赛已经用过了 其他人不可能不知道 想要拿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紫色方 两个英雄一起拿 后者蓝色方二三手一起出 但FV战队既然在蓝色一方一抢了 就代表着他们并不怕 对方抢走幽灵铁匠这个英雄啊 其实反制的办法也非常简单 对方既然选了幽灵铁匠 就只能走下路 下路对线会天然烈士 那么FV战队只要在上中两条线 以拿到线权 做好视野 就可以保护好风暴剑客的野区 两个人你一段我一段 把FV战队大致地应对思路说了出来 最后又补上了一局 当然 这种打法 只有在对面三条线的对线实力 都不如自己的时候才可以用 而且需要准确地抓到对方的开野路线 才能成功避开前期的野区碰撞 这个打法 具体能不能成功 还要看双方开局之后的前期视野 和一级团安排 另外一边 官方平台的解说 只能根据后续的选人 来推测双方的大致打法 我觉得有可能是FV战队 找到了在这个战术中 对幽灵铁匠的替代品 所以 这次想拿上来试一试阵容强度 也有可能是因为最近的版本 风暴剑客稍微加了一点点成长攻击力 所以 FV战队的打野选手 作为风暴剑客的绝活哥认为 他现在 已经可以在没有幽灵铁匠的情况下 野上职业赛场了 三位解说都不知道 FV战队确切意图是什么 只能靠猜 虽然职业选手比这两位解说要专业得多 但那也仅限于他了解的内容 对于一些比较成熟的战术 他当然有很多可说的 包括前期的视野和阵容 要如何安排 各种细节都是信手拈来 但是对于一个他也不了解的战术 这怎么说 他也只能靠猜 虽然猜的比另外两个解说更专业一点 但距离FV战队的正确答案依旧差着十万八千里 台下 赵旭明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他能看出来台上负责解说的职业选手 显然呢 也有点不在状态 虽然在不断地针对选人提出自己的分析 但似乎是一种瞎猫碰死耗子的状态 全靠蒙 赵旭明赶忙打开兔尾直播的直播间 戴上耳机认真听着 越听心就越亮 因为兔尾直播那边的讲解 跟官方解说完全不一样 而场上的局势 完全按照兔尾直播的那边解说的来发展 再看两个直播间的弹幕 已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画风了 远行毕录了 上一场打完了 还以为官方平台的游戏理解提上来了 结果发现只是因为之前的题目太简单了 这次遇到FV战队的高端战术 官方解说就不好使了呀 看来这哥们打职业成绩不好 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一同分析魔入虎 结果完全不对呀 这怎么可能不被吊起来打吗 确实差得远 哎 别折腾了 还是去看兔尾直播吧 兔尾直播的直播间 弹幕全都是清一色的 专业 牛逼 反观官方直播间呢 弹幕却变成了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就硬点 两个直播间的弹幕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各家直播平台的热度 都是虚的 看不出明显的下降 但兔尾直播那边呢 直播间快速增长的人数 已经说明了一切 兔尾直播的人数 都是真实的 不会骗人 显然呢 官方解说第一场比赛的超神发挥 吸引了不少观众 增加了很多热度 但在官方解说 原形毕露之后 这些虚的热度 就全都跑了 大家发现 官方解说的专业性 完全就是薛定谔的帽 有时候很专业 有时候就完全不行 这一场又是焦点战 解说是否专业 直接影响到观看体验 于是很多观众 自然就又跑回 兔尾直播那边去了 不仅是两边的直播平台 就连论坛上 也有不少人在讨论 看起来啊 FV战队 确实还是独一档的战队啊 随便拿出一个战术来 都能骗过其他的 职业战队选手 ICL联赛的水平 跟GPL联赛 还是没法比啊 你们想啊 兔尾直播的解说台 只是随便从 CPL联赛 找了一些工作人员来客串 解说更是 直接从FV战队二队选的 相当于是一个 临时间的草台班子啊 结果就这 还把ICL联赛 官方进行准备的 解说团队给完爆了 虽然更新了 实施数据功能 但光看这些数据 有什么用啊 还是得有一个 专业的解说 去解释这些数据 才精彩呢 腾达集团 随便拉出来一个员工 都有这么高的 游戏理解吗 怎么说呢 裴总是真正 用心做游戏的 裴总自己的游戏理解 就是最顶尖的 上行下效 下面的人 游戏理解能差吗 确实啊 感觉整个腾达集团 都是藏龙卧虎 恐怕就没有猜的 这各个游戏理解 都拉满了 龙语集团 虽然是一家游戏公司 但他们主要目的 不是研发游戏 而是赚钱 境界上的差距 决定着游戏理解的差距 这么说没问题吧 有一说一确实 算了 以后有这种游戏比赛 一律都到 吐尾直播上面 看就完事了 游戏理解 绝对有保障 其他的平台 真不行 什么贵啊 这都是 你们聊比赛就聊比赛 这都隐身到哪儿去了 脑补太多了吧 就一场比赛而已 至于隐身到 我们龙语集团跟腾达集团 存在着境界上的差距吗 而且 以后有游戏比赛 一律到突尾直播上去看 这又是什么鬼啊 赵旭明越看越无语 本来精心准备 想要在今天这场关键战 一炮打响 让官方解说 找回之前丢掉的面子 没想到 完全失算了 赵旭明狠气 上场比赛吸来的人气 不仅赔了个金光 还倒贴出去很多 3月22号 周四 腾达集团 广告营销部 孟畅一大早 就已经来到了 自己的工位上 打开电脑 又打开使命与抉择的demo 开始体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